是民间自行组织 辅助政府单位的 听我说 针对你说的久不准的 不要随意封控或者什么 这种解释 这个随意怎么去解释 你们现在的行为我认为就是随意 第一东沙花园没有一个高风险区 你把整个小区封了 这是不是随意 听我讲 如果是你们觉得东沙花园是高风险区 那你 要不就你们瞒报了 那我们这是个有阳性 那你们既然没报 我不想以官方的为主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没有官方说我们这是 是高风险区 那你就不能封 那你既然封的 你就是随意的低点 第二点我想跟你纠正一下 居民委员会 它不是任何机构的派出机构 或者组织的 我不需要看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 管理组织法里面明确规定 居民委员会是群众组织 它不具有任何行政制 不是街道的派出机构 更不是你区政府的派出 你区政府的基层组织是街道办事处 我给你解释清楚了吗 第二 社区居民委员会 你刚刚也提到了 它可以协助 上级的单位 协助 它是协助 那么它的协助的 依据也是你上级的单位 给它下了官方的协助文件 但是我们就不是 是它自己盖的章子 我们没有看到街道的章子 也没有看到区政府的章子 也没有看到武汉市人民政府的章子 更没有看到湖北省人民政府的章子 那么它是协助谁呢 它自己盖的章子 帮我们封共了 这不是协助行为 那不是说 您说它是协助又是协助 我给您解释清楚了吗 这个给您看一下 这个会只是一个制服 这是法律规定的 它不是任何的 不是政府 这样这样 现在政府不做那么多 大家有诉求的话 反过来我们来解决就行 但是解决呀 我们现在要求解封能不能解决 如果您解决不了 可以要从洪山区政府的过来解决 为什么我们是觉得蛮人处的呀 你觉得蛮人处的呀 你也觉得蛮人处的呀 你也觉得蛮人处的呀 你不要往上反应啊 你解决不了 我们可以反应啊 他现在就反应啊 为什么还不反应 现在还有一个很现实的 对不对 你们可以现在打电话反应 现在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在于啊 因为这种违法的封控 导致得不到官方任何的认可 大家所有的工作都有问题 比如说要上班的人 现在的公司 他也很聪明 也不是很聪明 也很守法 别人也有法务 你说你自己被隔离的 你要给公司冲文件的 公司的法务会审核的 你拿一个社区的 你是封控的东西 公司不认可 就要停发工资 放工 是不是影响大家生活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是律师 我同时也不方便地告诉你 我也是一名中共党员 好 我觉得 我觉得我现在也很平衡 在跟大家告诉你 我作为律师 我拿着法院的船票 下个星期 我两个开庭 三个开庭 是了是了是了 好听我说 这居民现实的问题 我们会反应 为什么我们拿着 盖着 人民法院的国家计划的公正 不急不急不急 你不要激动 我们要开庭 法院事件的规定 疫情期间 我们可以申请延期开庭 法院 那是司法机关 那不是我律师给他打个电话 不是说我律师给他打个电话 说我被封了 他就给我延期了 那是要我拿文件 也就是说你说的问题是居民现在要注意工作 不注意工作的话公司不讲那么多 对 所以说的话就是如果要封的话 拿我打合法的文件 对 完了之后你们起码的话跟工作单位要有一个交代 但是这个文件绝对不是东山外文件要去洪山区人民政府的封控文件 好 就是说现在的话 你们大家的诉求就是 要封你们不是封 当初的话 没有这个 相应的文件 你们跟相应的 你们的工作单位也好 起码的话得有一个解释也好 让你们单位来认可 你们在里面封控 是正常的 这是我们现在在现实的需求 同时 我们也要求 我们现在已经被封了七天了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就是合法的文件 这个是事实吧 这是不是既成事实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 要追逐 因为我们 没有一个正式的合法的文件 把我们在这非法拘禁了 七天 按照中华人民共国 刑法非法拘禁罪的规定 24个小时的非法拘禁 就是造成非法 因为我们现在是七天多少个24小时 我们也要求追逐 如果是社区 自己发了封控 那就追社区的责 如果是接到过认的 那就追接到的 这样 这样是 第一个数学是 大家的话 明天要上班 完了之后的话 不能放在这里 对 然后没有文件的话 这单位是给他们交代 对 对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如果这个封控的话 不透霸的话 你们要求追责 对 这个数学 好吧 留个时间 中网来协调 哪个时间 你整个的 给我半个小时 你什么 给我半个小时 你开开 你家去封控 我的手 封不钱 你来拿起车弹 我为你还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 你这只协调 你会 你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